华莲卓西乡两名男子昨天晚间深夜相约要打猎 可是因为天色昏暗视线不佳 误认为黑影是山珠 所以扣动扳机 没想到应声倒地的是另外一名23岁的年轻猎人 经过抢救之后 仍然宣告不知 深夜里传出苦喊声 目送伤者被抬上坐护车 眼泪止不住这一刻心太痛了 就在刚刚这名男子中枪没了呼吸心跳 一群人围着救护车哭到精疲力尽 23岁的马姓男子刚刚还躺在田梗上 凶多吉少 而开枪的人居然也在现场 带着头灯的男子脸色苍白 他知道自己闯下大祸 这起誤杀枪击案就发生在十四号晚间十点 六十二岁的苏姓男子于四十三岁成姓友人到灼溪香花七十五县 十五公里附近埋伏猎杀山珠 看到田里黑影晃动立刻扣下板击 没想到打中的竟是二十三岁的马姓猎人 他当场倒地不起送医后回天法术 调查师发现场田里还散落着猎枪 远景捡起这把几乎与他等高的枪 原本用来猎捕山珠的武器却成了夺命凶器 最近正值稻谷结碎的时节山珠横行 这却引爆了这场悲剧 本分局于现场带回苏姓及诚姓友人 并查扣猎枪三把 喜德丁钢珠等证物 前案依刑法杀人及违反枪炮弹药捞卸管制条例 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三人都合法持有猎枪 但当时二十三岁的马姓男子没有带头灯 成为误己的原因之一 六十二岁的苏姓嫌犯已经依杀人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这起误籍是否涉及其他关键因素 记得周长宇轩请快报